最後還有一些小東西稍微講一下 就是發生物理變化或化學變化的時候 經常會伴隨能量的進出 得到或者是失去 吸收或放出能量 就是所謂的吸熱反應或者是放熱反應 吸熱反應融化跟氣化是物理變化 要吸熱才會融化跟氣化 後面的電解跟加熱分解是化學變化 它要吸熱才會化學變化 國中的時候 我們的所謂的吸熱反應不一定要吸收熱 只要吸收能量 吸收光吸收電 我們都叫做吸熱反應 電解要吸收電 吸熱反應 光合作用要吸收光 我們叫它吸熱反應 同理 有的反應會把熱量放出來 放熱 放熱 比如說凝結凝固是物理變化 就會放熱 凝結會放熱 酸鹼中和跟燃燒會放熱 燃燒我們國中叫做劇烈的氧化 會放出光跟熱 所以燃燒一定是放熱反應 一定是放熱反應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 幾乎全部都是放熱 只有少數是吸熱 所以 未來 你就把吸熱備好就可以了 我說這個是吸熱你就備下來 這個吸熱 那個吸熱 沒備過通通都是什麼 放熱 沒備過通通放熱 因為放熱比較多就不要費了 我們國中學的吸熱比較少 你就備吸熱就好 OK 好所以停車戰界問 軟軟包 軟軟包裡面有鐵粉 有水跟鹽巴 水跟鹽巴是為了要幫助反應用的 主要的是鐵去氧化 鐵跟氧作用了 然後呢你就感覺到溫暖了 所以 由此可知 你的這個鐵的氧化 是吸熱反應還是放熱反應 你會感覺到溫暖 你會感覺到溫暖 它是吸熱還放熱 Number 5 霹靂五號 霹靂五號 吸熱還放熱 很好 放熱反應 所以 它就是一個放熱變化 它是一個放熱 剛才講過氧化是一個放熱 氧化是一個放熱反應 OK 好 質量守恆 反應前後總質量不變 反應前五公克 反應後五公克 叫做質量守恆 你目前有一個簡單的概念做好 這件事我們未來還會再教 還會提醒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目前就現在知道說 我反應前總質量100公克 反應後總質量也是100公克 這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我們有一個 反應地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發學反應前後總質量不會變 這叫做質量守恆定律 可以了 然後 一個東西有變化的時候 經常是有物理變化也有化學變化 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蠟燭的燃燒 蠟燭燃燒有分兩段 前半段是物理變化 物體的蠟變成液體的蠟 液體的蠟變成蠟蒸氣 然後真正在燃燒是蠟蒸氣在燃燒 蠟蒸氣跟氧作用反應變成二氧化湯跟水 這一段叫做化學變化 所以蠟燃燒的過程有兩段 有一段是物理變化 有一段是化學變化 前半段是三態改變 物體變液體 液體變氣體 這個是物理變化 後面是氧化作用 跟氧結合變成二氧化湯跟水 這一段是化學變化 你就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我是考這件事情而已 結果記下來 告訴你 我們反應經常不是單純的物理變化 或單純的化學變化會兼而有之 OK嗎 OK 有人問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客人練習